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伴随着数十万囤肯书边部队官兵雄剑的脚步声 一批又一批的女兵队伍也开进了新疆 他们来自甘肃 湖南 山东 上海 广西 四川 河南等地 有的是解放军医兵团特招的青年知识分子 有的是学校的学生 还有军医护士等等 这些女兵大多不到二十岁 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她们 这是一张显为人居的照片 她作为我军一级军事资料 永久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照片上的这些女兵 是人民解放军原一野一兵团二军教导团的女战士 这是1949年9月 她们随王正部进军新疆时 徒步行军在千里戈壁的情景 走在队伍前排右边的第一个是魏玉英 走的时候为了是后面的人 能跟上部队 把格子小的那就放在前边 我不是最前面 我的个格子最小嘛你看 前面走 前面女子在前面走 男子在后面走 这样就把布丁压住了 要不然前边人家走快了 后边人家赶也赶不上 这些新中国第一代近江的女兵 她们分别来自湖南 山东 陕西 甘肃等五个省区 自从踏上边江的这片土地 她们就像生死扎根戈壁大漠的地颗颗洪流 用忠诚和奉献书写了人生的灿烂与辉煌 她们把青春 爱情和生命献给了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 当年女兵们亲身经历的一幕幕故事 就是流淌在边江大地上 一首首难忘的歌 1950年1月29日 王震在燕齐县对刚刚完成改编进行整训的 原国民党起义部队27时的干部训话时说 你们还没有逃老婆的请举手 当时在场的大多数都举了手 王震说 等我们在这里搞上三五年之后 连战士一起都要成家 后来王震在南疆又给二军的官兵讲话时说 大家一定要树立长期扎根边疆 长期建设新疆的思想 我们头一年轰轰烈烈开荒搞生产 第二年要取得粮食大丰收 实现生产自己 三年你们都要娶老婆成家 当时场上传来了一片笑声和掌声 没有孩子安不得行 没有家庭扎不下根 他是一定要你们安心扎根 我给你们弄皮 给你们找个坦克来 湖南坦克就是老婆的意思 就是爱人 找去坦克来 就招聘你就带来 他先从湖南下手 这是当年新湖南报上 判登新疆省人民政府 和新疆军区招聘团的一则广告消息 内容是 本团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 在乡招聘各项人才 参加新新疆建设工作 在当年征集女兵进江的决策者眼里 要想数十万官兵真正安下心 扎下根建设新型江 就必须让戈壁攀上清余色的男性群体中 多一道亮丽的色彩 女兵们的到来 使戈壁的早晨有了吹烟 使荒原上听到了第一声啼哭 使绿洲有了代代相传的生命 我们说汽车来的时候 锁的车子就是一百两汽车 一连汽车就42个人 这样横的六个 锁的七个六七四十二 一百两汽车不是四千多了吗 发售员那一批 他们是首尾的五月份 最后一批就是 糊涂糊涂要来的 加在一起又锁了好几百人 四千多 三千多加四千多 不是这行八千了吗 我想号称八千 兵士拔起一个不少 据统计 1951年到1953年的这三年间 从湖南山东等地 参军进江的几匹女兵 共有三万多人 当年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从繁华热闹的内地 来到艰苦遥远的新疆 肩负其保卫边疆 建设边疆的历史动任 完整间我们训话 点名讲话了 东子们 你们准备把你们的骨头 埋在天山脚下 有这么一句话 哎哟我们的毛骨疏软啊 就我们回不去了知道 这里有点紧张了 也把骨头埋在天山脚下 这个行回不得老家了 有苦的有嚼的有嚼的 又喊这个乱了 这个馆山上那么多人 后来大家不进来 不进去 就把我们安静下来的 就分配 全文化帮我分成七一纺织厂 七一纺织厂 是1951年3月 由新疆军区工程团的官兵 获土动工新建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艰苦混战 于1952年7月1日 正式建成并投入生产 这是七一纺织厂当时开工的情景 巴尔汉主席亲自剪彩 当时从湖南参军的女兵有四十多人 被分配到了七一棉纺织厂工作 因为他们入伍前都是工厂车间的工人 有一定的机器操作能力和实践工作经验 到了纺织厂后 他们很快就成了生产织部的主力主带 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建成后 每年可生产棉布五十多万匹 成了当时西北纺织工业的一颗新型 当新疆各组人民 攤上自己的工厂 生产出来的天山牌棉布 和品种较多的花布时 他们无不欢欣古物 为了祖国的繁荣 为了新疆人民的幸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的部队 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建设工作 那个时候就是说了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是要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双重任务 那么要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我们还提出了 我们就要在这炸耕 要炸耕我们就要建立我们的家园 建立我们的家园靠什么 还得靠我们的双手 石河的中心肯区 是当年陶志越将军 率22兵团肯荒的主战场 当年的规划是 以这里为中心 创建乌兰乌苏 小拐 车牌子 安吉海 马纳斯等六个国营大农场 广大冠兵为了创建国营农场 他们在走马穿行雪海边 飞沙茫茫茫茫若天的恶劣环境中 克服一切困难 挖去银水 开荒造天 那我们就是打的那个瓦盆子房子 就是那个瓦把子 一把整根起来 我们是最难用的房子 越开远远的时候 难用的房子都没有了 难用的房子都没有 就我们把那个蚊帐 就往这个雪地下一搭 就把它垫上 有一天他碗盆 他一折不折 这一条石一搬 一把不折一折 一折就走了 这真正是石啊 跟轮水的一起了 陶智岳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部队到达肯区后 遇到的困难是一言难尽 肯区都是万古荒原 人烟稀少 石塑首先就遇到了大困难 那里只有芦苇遍野 既无民房 部队又缺帐篷 战士们就砍割芦苇 搭盖成棚子 或挖地窝子 搭上盖上芦苇 聊以其身 我记得我们七十四坦有一个中水道的老度文化 叫我昨天还还想 叫李大兴 我还会唱着这个歌 这个歌是这样唱的 七十四坦李大兴 中当小组有三人 今年中天一百毛 每毛能收一千金 那都是自编自缘的 我已经为了 战士们自己不害得自己演的 自己唱自己看 君肯战士刘公辉说 我们这些从湖南来的乡妹子 当年在家时都是受宠的娇女子 来到新疆一年多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不论开荒生产还是干别的工作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 什么活都能干 男兵们能干的活 女兵们也照样干 我们一脱脑机一里一下去 我有那个脸啊 那个风啊 从那个衣服 这个普通子里面 全部生长的肉都是合的 全部生长合的 因为那个窝子一耍 其实是合法 我们一个台班就开一百三十多米的 一个台班 二十二个小时 我们就是十二个小时到班了 辛苦得很 一天要干十五个小时 五十年代突参军 进江的几批湖南山东民兵 他们虽然被洒落在 新疆天山南北的各个肯区和点位上 但那个时候 特定的军事化运行机制 和大规模集约化的劳动生产方式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 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为了荣誉 而去奋不顾身 1955年3月 新疆军区执行生产建设任务的部队 广大官兵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 有58248名战士 和20185名台以上干部 集体脱下军装 复原转业 五年春天一部分老兵 顿管也有 要服务回家要求 高楼方向 不需要在新疆工作 领导者今年冬月 我们知道最关心的就是家庭问题 但王政将军演的 他讲过 没有家庭安不下心 没有孩子 扎不了根 但这也不是件小事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 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环境下 怎样去安下心扎下根 而且又怎样才能使广大的官兵 安下心扎下根呢 这既是一个要公开面对的客观现实 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斗争 男大当分女大当假嘛 这是这个人事残情嘛 社会发展的规律 人到了三十几岁还不找老婆 但是人家不想老婆是假的 对不对 女同志三到二十岁也不假 人家也讲的 那是我们年轻嘛 都是单纯不想这件事 但是谁是大的以后 他还是想的 命运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使当年这些追求远大理想的女兵们 不得不入乡随俗 和面对这个客观的现实 当时尽管从陕西 甘肃 山东和湖南等地参军到新疆的几批女兵有三万多人 但分到各个部队以后就看不出几个女兵来 在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上 组织上立了个不成文的规矩 优先考虑解决的是功臣模范和战斗英雄 而后就是团 营 连 排 干部了 人生的旅途是漫长的 而旅途中的生活且充满着酸甜苦辣 当年女兵们演绎的那一幕幕故事 如今都成了备受人们关注和可读的一本书 据了解当年看进进江的那批女兵中 她们的婚姻家庭和喜幸福的指数 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们的老伴她们不是经过当多年的培养 她们的品质是高贵的 她们的真正的品质是高贵的 首先她没有重来情侣的思想 没有把老婆当作是你伺候我的 她把我们当妹妹当同志 四十几年奉活日 同志公子不奉日 人我有情劳及生 自私兵莫开无情 日经日我去月县 精神精神不再贵 家中主事进方县 逐中日路卖卖行 我写的这首次纪念她 在当年晋江的许多女兵中 她们在个人婚姻问题上 共同的条件和遵守的原则是 首先政治思想可靠 其次是相信组织和依靠组织 用她们自己的话说 都是革命的军人 革命的婚姻和革命的爱情 我说十五六四晋江的女孩子 在三千学修鸟鱼发祥的福南 到新疆这个冰冷冰冷的地方 是这样的苦 没有逃兵 没有交苦 各个经受了考验 而且都做得很好 我们真正苦 这一批早年经浆的女兵在病态 真正是钢还是优质钢 不是劣质钢 真的没有一个逃兵 回顾扎根边讲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想起离开父母的那些日子 陶仙韵感慨万端 这件衣服我一直保存到香底 我也不丢 我也不敢看 不丢呢 是她记录了 这个兵团的女兵 江湖奋斗的精神 当时就是穿这样的破衣服过来的 不敢看呢 就是心里面看到就难过 我们这些女兵 美好的清泉年华 都是这样过来的 谁言大漠不荒野 一窝房眉眉眉荒 一日三餐玉米捡高粱 一生均好 天味小 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忘 夜夜望家乡 向爹娘泪汪汪 遥望天山 默默住安汤 既然之身雀塞外 一红柳 四白羊 这大概就是当年这批西出阳关的女兵 扎登天江的 共同感受 牛羊河 万州要几道万 即使你水都倒下江江江边有个什么仙 当初的妙龄少女如今已满头白发 从告别家乡的那一刻起 这些晋江女兵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新疆联系在了一起 几十年间 他们把爱和奸人洒满了这片戈壁荒漠 也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边疆建设 无论再过多少年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天山母亲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我们新疆好地方将会继续带您走进新疆 再见 美丽边疆高声颂歌 一曲背后流露多少第二故乡的情感 一部电影一首插曲 如何能够鼓舞有志青年支援边疆建设 时代变迁 旋律永恒 不同时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迁 和平年代特别节目 我们新疆好地方 下期为您播出 放歌西域 放歌西域